大家好,我是大亮 真的是非常的不好意思啊 本来是受到新疆这边邀请过来助农直播的 但是没想到刚刚只直播了一上午就暂停了 并不是说我卖的不好啊 昨天只直播了两个半小时 但是瞬间就卖了5000多单 但是你们看我这个已经是严重中暑了 还有就是目前这几天高温预警 地里的瓜已经是完全没有办法采摘了 我目前是在新疆图鲁番火焰山的山底下 这里也被充值为中国最热的地方 那这几天也是达到了最高温度 今天室外温度已经达到了45度 但是当地人讲不止45度 已经达到有50度了 地表温度60度 完全扛不住 你看我 一直喝这个货香振气 但是不敢用 我这两天连续拉肚子 拉水 然后肚子痛 头晕头痛恶心 然后完全吃不下饭呀 喝这个嫩豆汤 这个货香振气我已经喝了很多的 但是完全不敢用 我以前已经来过新疆啊 可能是没有碰到吧 也有可能是没有在图鲁番这边停留 感觉新疆这边不热 但是这两天才知道什么叫做热 报到45度晚上就不报了 哦45度就不报了 给大家伙出来感受一下啊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八点钟 我一出来啊 就感觉这个皮肤在烧 就这么热 你们看 这边全部都是靠这个葡萄为绿化啊 满大街的葡萄 这次非常感谢大家伙的支持啊 也感谢大家伙支持这边的农民 这边重点地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太热了 只能晚上干活 这边都是靠这个葡萄 还有哈密瓜西瓜为主 感谢大家伙 感谢感谢感谢啊 看这个葡萄还没熟 这个就是新疆的图鲁番 还是挺繁华的 四十多度 四十多度 今天就是四十多度呢 今天四十五度 嗯 这东西看一直流汗 一直流汗 热得好 22块2 22块2 热到不行的 这可怎么呀 十二块钱一公斤 这会儿已经八点半了 他们是刚刚出摊了 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他们这边是让我们等 等到十五号 天气没这么热了 然后继续卖 但是我是等不了 因为我们车里面 已经是完全没有办法睡觉了 还有我的狗子黑头 放到果农家 他们去寄养了 所以我是这么打算的啊 就是明天出发 继续我们的旅行 朋友们喜欢我大量的点个赞啊 我们明天继续出发 点个赞 谢谢